本次的影片是在我们前往探险的途中 原本计划好的目的地 因为探险地点过于老旧而遭拆除 所以探险失败 我们虽然有配套措施 一路往下寻找其他探险点 就在前往最后一个探险点的途中 发生了这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的迁移 我是把有人掉了 真假的啊 很不想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就是被我们遇到了 我们刚刚在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发现有人在这个地方好像亲身 然后现在大批的这种搜救队在这边搜救 我们过去看一下就好 我们刚经过询问 确实是有人从这边投河 目前都还在搜救 至于我们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协助的话 我们还是要再看 因为人家搜救在这边 我们不宜插床 太可怕了 教员站跳下去 你觉得我要出手帮忙吗 我觉得救了一命 叽叽点音的吧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出手 我还在犹豫 所以目前现场都是这个搜救人员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好在他们忙碌的时候进去徘徊啊 我们只能在外围这边关切而已 所以老大 你有要帮助他们吗 人太多了 会引起人家侧磨啊 可以 好不容易 我看有東西啊 來 如果各位覺得鏡頭很晃的話,千萬不要覺得意外 因為我在現場也不好戴面具引起大家的注目 那我現在決定我們過去放 走 大概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個地方是剛剛警察收救的地方 現在還在收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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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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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這樣有說法就是 如果找不到的話 丟西瓜下去不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是一種民俗傳說啦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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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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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